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25日 星期一 現在香港的疫情 又有開始上升的趨勢 在天氣這麼熱的情況下 現在每天都有4000多宗 很快可能有上5000、6000、7000 接著上萬 在一河之隔的深圳 也是十分之害怕疫情會大爆發 其實 兩地隔了 一條河 沒有可能香港有深圳是沒有的 因為這次疫症 這個變種 其實是傳染力 好像更強一點 深圳當然是十分之害怕 而他們換了人 換了市委書記 叫做孟凡利 這個新的市委書記 表示 深圳將調動所有資源 採取所有措施 迅速消除關鍵區域的社區傳播風險 果斷切斷病毒傳播鏈 盡快 速度控制疫情蔓延 一個從事教育的女士向路透社表示 每天醒來查朋友圈的信息都感到不安 無論去到哪裏 做甚麼事 都要講明理由 離開和回來 還要簽各種的東西 這個女人和她的老公都是美國公民 所以他們覺得我們準備回美國了 這個地方不能夠再在這裏生存下去了 現在南方 最重要的經濟城市 深圳 也是中國 基本上 除了上海之外 最大的經濟城市 報告說 確診武漢肺炎的本土感染病例有22宗 實際情況是多少 下面加上3個0 本月早時出現了個位數的確診之後 現在已經升了一級 已經升了22宗 所以深圳當局 十分重視 當局表示 要動用所有資源 去阻止疫情擴散 而且 現在下令採取很嚴格的措施 進行病毒測試 體溫測試 對受到疫情衝擊的場所實施封控 這個新的市委書記 孟凡利 孟凡利 今年56歲 是65年出生 是山東的林恩人 他在山東 會計商業系學習 86年入黨 在山東經濟學院會計系教過書 之後就去過南開大學 讀碩士研究生 也做過山東經濟學院的財務系副主任 也是屬於經濟科教學 直至2000年就做到山東省財政廳的副廳長 2005年 就做山東省老信 投資 控股 山東的老 信是信 不是那個老信 是信任的信 這個是山東的企業 是這間控股的 副董事長 總經理 黨委副書記 2009年 就做老信投資的董事長 即升聖 總經理 黨委書記 2013年 就做山東省的商務廳廳長 黨組書記 2013年7月就做 燕台 市委副書記 市政府的黨組書記 2013年8月 就做燕台市的市委副書記 代市長 市政府的黨組書記 2014年1月就做市長 坐正 2015年5月也算升得不錯 坐正燕台市委書記 市委黨校的校長 17年 兩年 升了 青島市委副書記 當然青島 比燕台高一點 青島市人民政府的黨組書記 副市長 代賣市長 同年4月就做 坐正做市長 100年 就入了13屆全國人大代表 2020年9月就離開山東 上去內蒙古 做自治區常委 當時 石泰峰做書記 他當時做副書記的時候 石泰峰做司記 他當時做包頭市委書記 到了今年4月 他才調任做廣東省委副書記 深圳市委書記 其實 一直升越升越高 也算是 就這樣看 又沒有甚麼團派背景 共青團出身 又沒有廣東名 他應該沒有加入團中央 屬於哪個派系 可能是習派多一點 可能是 跟著某些習派上來多一點看的 因為去到深圳那麼重要的位置 如果不是習派 我想也不會升得那麼快 去到這些位置 現在深圳 去到那麼極端的防疫 當然也是習近平的意思 如果不是 怎麼會走到這樣呢 他們 將那些重點企業 深圳宣佈了 要那些重點企業 進行全域的封閉 什麼叫做全域封閉呢 深圳市工業和信息化局 出了一個通知 通知 就是要 所有的重點企業 進行封閉運行的通知 所有的重點企業 比較大的出名的 例如哪些 華為 中興通訊 比亞迪 富士康 中芯國際 中海油 麥瑞 大疆 等等 深圳市八強企業 現在通知 7月24日 昨天開始 所有在廠區 封閉運行七天 具體 要求有 7點 很多要求 哪7點 重點企業的原區實行封閉管理 封閉運行 減少 非必要 非必須外出人員 出去 嚴格管控外來人員 企業員工實行核酸檢測一天一檢 需持24小時內核酸檢測證明才可以上班 生產一線和非生產場所進行 必要的物理隔離 兩類場所人員要減少不必要的交流 工作採用線上會議形式 嚴控接訪 參觀等聚集性活動 嚴格做好人員日常健康監測和登記 並設立臨時醫學觀察點和單獨 隔離觀察間 具備條件的企業 或者園區 立即改造成 建設儲備一定量的隔離房間 義共應急秩序 企業工作場所加強出入口登記管理 專人監測體溫 查驗健康碼加強場所清潔通風和消毒 第六 按照人 物 環境 以及防源 同防原則 圍繞雙固定 一監控一台 一台 序要求 看不到那個字 太小了 持續做好 重點進口物資集中 拆封消毒工作 第七 電訊 移動 聯通 鐵塔等四大型運營商的指揮中心 總控制室 吊導室等特殊 場所嚴格 執行輪班制 做到輪班人員相對固定 特此通知 不單止是這樣的 他們要求 他們在公廠 在公司睡 不要回家 要這樣封閉管理7天 即是說 現在深圳這些八強企業 尤其是大企業 全部都要 所有的員工 不准回家 在公司睡 然後日後就在公司上班 晚上公司睡 不准回家 即是不准你流動 不准你接觸外人 看看那個監察會不會阻止病毒 傳染進去 現在深圳是瘋了 真是瘋了 那麼極端的防疫 大家都知道 評論是這麼說的 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 星期三開會 就以最嚴厲措施 最大力度 最快速破滅本輪疫情 進行了工作部署 要求各部門 各單位 手土有責 手土擔責 手土盡責 全部都是廢話 放屁 雖然他們說要強調要清零的方針 但當局 沒有像北京 上海 西安 深圳等實施嚴厲的封城 而是採取了更加靈活的精準防疫 對發生感染病例的地方 實施了針對性的局部隔離 保住居民和出行的大體 正常地說 當然 深圳這個新一屆政府 對20多個病例 就用一個這麼激進的態度 這麼激進的措施 所謂深圳的精準防疫 究竟 是不是越來越極端的清零 是不是 過去 抗疫成果來看 很多人都認為深圳表現已經很好 比上海好 所以 避免了大規模的封城 帶來各種經濟災難 以及抗疫的次生災難 但是這次 深圳感染病例 由十幾宗開始向上增加 當局 開始採取了慢生活措施 以達到 快炎控的效果 在慢生活期間 也是保持經濟活動 以及居民生活大體維持正常的情況下 居民完成病毒檢測 居家隔離等抗疫 深圳 有1,800萬人口 是經濟發展最發達的株三角地區 其中之一 是香港隔離 也是中國的高科技 金融外貿出口 深圳的GDP經常排在上海 北京之後 是中國第三大的經濟重鎮 郭家衛健委週四通報 全國新增本土病例是826宗 其中148宗有症狀 678宗沒有症狀 我們看到 這次的深圳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 深圳也會 好像走上海後塵 因為這個 新的市委書記 看的款式也是刺激派多一點 他要走得那麼極端 第一 向上面表中 第二 他也是那套市委 這些人很可怕 一定會搞死 如果香港想通關 很難 很困難 真的不用自意通關 想想他那麼極端 連這些公司和工廠都不讓你上班 不讓你回家睡覺 要在公司睡覺 你覺得他會放鬆 會放給香港 不用自意 法務沒有那麼早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暗 Ведь 暗器 暗中 暗